有現行的 因為錄取分發區 有不同的錄取分發區 有不同的這個錄取標準 造成不公平 還不如回歸到一道成績 兼顧用人機關的需求 也兼顧這個當事人 因為我是覺得當事人的選擇 所以對應考人講 應考人其實不必驚慌 因為考試科目都一樣 考選部也規劃制度變革之後 考上高普考的公務員 現行任滿一年才能轉調的規定 將延長為三年 希望為地方留住人才 至於偏遠還有離島地區的特考 還是維持現行任滿六年 才能轉調的規定